六江今年一度的東遊貴下的活動 在29號正式登場 第一登場的青豬遊樂園 馬上就近很多UK進來參加 也為整個活動來開場 六江東遊貴下的活動 是在29號正式來登場 前這場的活動是青豬遊樂園 現場準備很多遊樂設施 給青豬作為來設施 東遊貴我們從此刻已經開始了 那今天特別在我們生態公園這邊 在這裡辦第一次的活動 馬上所賜 因為我們生態公園這邊 我們整治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邊有一個很廣大的一個空地 在這邊辦活動 然後今天所有的家長 帶著小朋友過來這邊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活動 是親子的一個活動 那裡面包括有那個變裝秀 還有闖光的游戲 那我們也準備很多很多的那個電器用品 還要讓大家摸彩 那當然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東遊貴是用我們六江 到這個東要四天 東北幾方非常的大 遊客非常的少 那我們把這個東遊貴 帶動非常多的遊客來到我們鹿港 像去年 我們統計 去年就有八百四十 八百七十四萬的那個 觀光人潮來到我們鹿港 那我們今年的東遊貴 辦得非常非常的 那個節目非常的豐富 那希望這個東遊貴 可以去音樂多的遊客 來跟我們鹿港 來這個參觀鹿港的這個 郭廚、寺廟、巷廟、拜媽祖 來吃鹿港的這個小吃 大家來鹿港 參觀我們的東遊貴 現在鹿港 當遊貴 那些東西正式開始 接下來將有很多精采的節目 歡迎鄉親做回來參舞 新中華新聞 蔡龍青 鹿港 蔡宏布德